有些婆婆不懂婆媳相处之道,也不愿意和儿媳好好相处,遇事总是斤斤较量,抱怨别人。 有种不明事理总爱斤斤计较的婆婆是重什么体验? 李琴的婆婆就因为太斤斤计较,让李琴很是反感,所以她就拒绝婆婆想来养老的要求。 李琴和谢义在谈婚论嫁时,谢义母亲就对这个彩礼计较的不行,觉得花几万块钱娶个媳妇太亏了。 一直让谢义能少给就少给,就算没让谢义母亲拿钱,她也心疼得不得了。 两个人结婚不久,李琴就怀孕了。 李琴怀孕的这段时间,孕吐得特别厉害,反应特别大。 谢义又忙于工作,根本没时间照顾李琴,而且让李琴一个人在家,她也不放心。 因为李琴母亲有腰伤,干不了太长时间的话,谢义就给她母亲打电话,让她母亲帮忙来照顾一下。 一开始,谢义母亲并不愿意来,直接和谢义说她又不是老妈子,照顾完这个照顾那个。 还是谢义不断要求,她母亲才不情不愿地来了。 但是谢义母亲来了之后,并没有让李琴的生活得到多大改善,毕竟她也不是真心实意照顾李琴的。 谢义母亲的到来,让本就辛苦的李琴更辛苦了。 谢义母亲每天买的菜都是打折的,买回来之后也不管有没有黏巴,就直接做。 李琴的孕吐反应本来就大,这样的饭她更是没有胃口,再加上李琴婆婆做的饭也确实是不好吃。 这天婆婆做好饭,李琴实在难受就没吃,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又饿了,她看婆婆在睡觉,就去煮了带方便面。 李琴吃完正要刷锅,婆婆就出来了。 婆婆看到李琴煮了方便面,就非常刻薄地说李琴祸害他们家,浪费他们家钱。 做好的饭不吃,非得开小灶。 李琴忍着眼泪,刷着锅。 婆婆不但没有接过来,还抱怨李琴洗劫精放多了,太费水了。 李琴若是想吃点水果,婆婆不是买打折的,就是贤贵不给李琴买。 就算是李琴说多吃水果对孩子好,婆婆也依然无动于衷。 而且李琴婆婆还不让她总是去吐,说她这样对孩子不好,而且隔一会冲一下水,这得多浪费水。 婆婆的话把李琴气得头疼,偏偏还没办法说什么。 李琴只能瞪着旁边的谢意,谢意心虚地转过头。 最让李琴难以接受的,是她婆婆太爱生气,李琴说的话她总要琢磨半天,去揣摩其中的含义。 明明是很正常的一句话,她非觉得李琴还有别的意思,认为李琴话里有话。 在婆婆的照顾下,李琴是越来越瘦了,而且越来越不开心。 谢意也看出了李琴的变化,自责好心办了坏事。 李琴和谢意抱怨婆婆做的这些事,谢意说要不把她岳母也请过来,这样岳母也不会太辛苦,也能照顾好你。 李琴母亲来了之后,这个家里就更热闹了。 婆婆直接撒手不管了,不光不干活,还总是嫌李琴母亲浪费。 婆婆一会儿说李琴母亲洗菜用太多水,一会儿说她炒菜用太多油。 婆婆还总是心疼李琴母亲买东西花的钱多,李琴母亲很无奈,又心疼女儿。 所以,李琴母亲就不再用小两口的钱,买东西都用她的退休金买。 婆婆知道是李琴母亲花钱买这些之后,也不心疼菜钱了。 也不觉得水果贵了,吃得毫不客气,常常是等李琴在想吃的时候已经没有了。 李琴终于生产了,生了个女儿。 婆婆看是个女孩,也不想照顾,就拍拍屁股回家了。 于是,李琴母亲既要看孩子,又要照顾李琴月子。 谢意知道岳母的腰伤,提议想请个岳嫂。 岳母拒绝了,觉得请岳嫂不仅不放心,还要心疼钱。 就这样等李琴出了月子后,她母亲的腰伤就更严重了,未必还去住了一段时间医院。 李琴想去医院照顾母亲,但是孩子又离不开人,李琴想让婆婆帮忙照顾一下。 婆婆直接拒绝了,说她没时间,照顾不了。 谢意见李琴没说通,又给母亲添了一个电话,问母亲能不能来帮几天忙。 谁知道谢意母亲就说她感冒了,怕传染孩子,不敢去。 李琴觉得很崩溃,她不仅没有好好孝顺母亲,母亲还因为照顾她进了医院。 李琴难过地哭了起来,谢意连忙安慰,说她请假照顾孩子,让李琴安心去。 经过这些事,李琴对婆婆感到非常失望,想着以后无论如何也绝不要和婆婆在共处一个屋檐下。 但李琴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,谢意母亲觉得最近身体不太舒服,干活不如从前马里。 谢意母亲就来到小两口家里说要过来养老,顺便帮忙照顾孩子。 李琴听完就表示不同意,婆婆,不是我不孝顺,实在是你大事照顾不了,小事斤斤计较,我真的没办法和你一起住。 李琴看着谢意很坚定地说她不同意,可以给婆婆钱,可以给婆婆请保姆,也可以送婆婆去养老院。 但就是不能让婆婆来家里养老,谢意听了叹了口气,妻子和母亲之间的矛盾让她也很头疼,而且谢意也知道有些事确实是她母亲做的不对。 谢意权衡一下只能和母亲商量,好在她母亲也并非一定要来。 谢意母亲觉得请个保姆能更自由,也就同意了。 婆婆没来养老,李琴松了口气,觉得天气都晴朗了很多。 李琴见识到了婆婆的津津较量,真的是宁愿出钱,也不愿和婆婆一起住了。 既然能成为一家人,就要好好生活,毕竟家和才能万事兴。 不要遇到什么事都去计较谁对谁错,计较应该怎么做。 少一些计较和埋怨,多一些帮助,这才是一家人应有的样子。 通过李琴的故事,我们应该明白下面两个道理。 一,一家人之间不要斤斤计较。 能帮则帮,能成为一家人一定是缘分使然,所以要珍惜这个机会,要和家人好好相处,不要因为一些细枝末节伤了和气。 公婆不要对儿媳太计较,因为日子终归是人家小两口过的,再计较,再不顺言也没有用。 公婆就算对媳妇不满,也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谈,不要一天天总是看着不行,看得不对,计较起来没完没了的。 都说养儿防老,但现在养儿还要看儿媳脸色才能养老,但是如果一开始就好好对待儿媳的话,儿媳又怎么会不孝顺呢? 没有遇到孝顺的儿媳,很有可能是公婆的处事方式有所欠缺。 所以,既然是一家人,就要能帮忙就去帮,千万别斤斤计较,去争个胜负。 二,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的。 没有谁愿意一直当冤大头,现在的社会谁都不傻,没有人能一直付出不求回报。 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的,你对我好一点,我才会对你好。 儿媳并不欠公婆什么,对公婆也没有养老义务。 纵然儿媳不赡养,不孝顺,公婆也没有办法。 所以,与其苛刻对待儿媳,没完没了挑儿媳毛病,不如善待儿媳。 对儿媳好,儿媳才能更孝顺。 想要儿媳孝顺其实很简单,只要先释放善意,好好对待儿媳,又何愁没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呢? 所以,公婆不能只想着让儿媳孝顺自己,要多照顾关怀儿媳。 毕竟儿媳和儿子不同,儿子怎么样都会孝顺,但儿媳可不是。